新年快樂我是司徒甲帶你 在看的是獨海浮沉 我玩到什麼好玩耳機或者兩聲道產品都會分享一下 新一年也要看看有什麼新產品 剛剛是新年 日本的MADU推出新型號叫TYP512 我一看到樣子這麼高貴 黑色襯金色這麼漂亮 會不會比上次那雙711 那雙都不便宜的 一萬多元 三個平板加兩個動鐵單元 數單元來說定價真的不算貴 但是看到這個樣子是不是貴了 不是是便宜了 這次的價錢是4980元 單元就改為一平板一動圈 聽到單元就知道聲音取向應該會很不同 我們看看這雙耳機的規格 MADU TYP512規格 單元是Micro Square Panamagnetic微型平面單元 另外加一個UHD Bilix動圈 連接規格是Pentacon Year 外殼物料是SUS不受降加藍寶石水晶 藍寶石水晶應該就是四四方方招牌那一塊 很多名標都會用藍寶石水晶 因為沒那麼容易花 左礦是32噸 頻率範圍是20Hz到20kHz 線材本身跟了兩條 一條是3.5mm四芯銅道銀的單端耳機線是1.2米 另一條是4.4 四芯銅道銀的平衡耳機線都是1.2米 配件方面有大中細碼三對的矽膠耳套 以及一套記憶耳眠 另外還有一個耳機的便攜盒 建議零售價是4980 身為外貌協會的會員 不得不承認見到樣子覺得它漂亮 就自然會覺得它好聽 不過都要試試 戴上去的感覺就是因為它沒有那個耳骨位 我以為會容易鬆但又不是 因為它後面的四方形其中一隻角 我又可以扭到耳窩的另一邊 所以那個定位都鑽得很穩 另外戴上去之後覺得那個物理 物理隔音都是不錯的 我現在就這樣塞著耳朵已經覺得都幾靜 我現在就會用M17和4.4輸出去試聽 用它原廠的4.4Pentacord E的線 剛剛就聽了幾隻不同的流行曲 發覺它第一樣東西就是它非常之易推 我要教到它Low Gang 通常我用耳機都會先用Mid Gang 即是中增益 但這隻耳機我覺得用Low Gang是最舒服的 即是低增益是最舒服的 即是它非常之易推 應該都很容易夾機 另外我聽了張敬軒 我聽了Hotel California Eagle 聽了Dell 聽了Billy Eilish 這些流行曲 為什麼要試剛才那些歌 因為這對耳機聲稱的一大賣點 就是它的低音 它的低音質感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要聽聽譬如Rolling in the Deep 即是發覺聽這些很強調低音的歌 它的表現是非常之不錯的 尤其在質感、密度和下潛那裡 雖然它剛才說的頻率範圍是20Hz 但是我覺得潛到很低 平時其他耳機都會說是20Hz 20-20kHz都是一個標準的範圍 但它的表現給很多聲稱是20Hz的耳機 我覺得都是好的 再加上我剛才說用低增益去推它 都有這麼漂亮的低音表現 即是無論是Player也好 甚至可能普通電話加個外接解碼也好 都不難做到一個很出色的低音 除了很漂亮的低音之外 我也試試一下 專程聽聽它的平板單元有什麼厲害 因為平板單元都是一大賣點 發覺尤其聽Live的表現也是不錯的 人不會覺得很遠 因為它有一個動圈單元 但是其他東西 例如樂器、掌聲、甚至是那個Hall 那個環境、那個表現 我覺得可以給我一點臨場感 那個3D感覺是不錯的 尤其耳機要做到3D 是比平時我們聽兩聲道難很多 但是這隻有平板單元的512 都給我一點3D的感受 總括來說 這隻MADU TYP512給我的印象 首先是樣子漂亮 但是最深刻的都是它低音的表現 如果你喜歡聽我剛才說的 例如Adele或者Billy Eilish 或者是香港流行曲 日本流行曲 或者韓國的流行曲 那些很重設白 就是一聽到想跳舞 那些流行曲的話 那這隻MADU TYP512 應該會在低音方面給你驚喜 而最大的優點就是我覺得它是容易推 我用Player要用到Logang 所以你用其他的東西 應該都不難推到一個出色的低音出來 我會不會再誤會 mor人家 我會不會再誤會 下一個雙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